看到孩子惨死垃圾头!本可以做一线明星的他,毅然退出演艺圈。 都说娱乐圈是个大冉钢,混娱乐圈的多多少少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,所谓黑历史。 但是桂圈虽乱,可成为明星好像还是不少人所羡慕的事情。 明星是个高收入群体,除了收入高,他们本人影响力和人脉资源也几乎可以受用终身。 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一位,偏偏不走寻常路。 放着好好的一线明星不当,毅然退出了演艺圈。 他叫孔维,提起他的名字可能有很多朋友表示陌生。 可说几个他的同学,大家一定认识,赵薇,陈坤,黄晓明。 没错,孔维和这些娱乐圈大咖一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96级表演系,因为表演专业不硬,孔维还是赵薇的班长。 论演技,孔维一点不比赵薇逊色。 他一毕业就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招收,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进入人民艺术剧院的北电学生。 大家都知道,话剧对演员的演技表现力,台词公敌等专业水平考验更大,而孔维一进去就是演女一号。 论出名,孔维也绝对具备成为演艺圈一线大咖的条件。 他还在北电上学的时候,就被选中主演电影《国歌》中的女主角梅香。 仔细看演员表,孔维饰演女一号,而当时的胡歌竟然就得到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,陈坤也是个配角。 赵薇、陈坤、黄晓明等人差不多都是靠几个经典电视剧一炮而红,当这几位同学还在拉国内人戏的时候,他们的班长孔维已经跻身国际影坛。 2007年孔维出演江文导演作品《太阳照常》升起,孔维极具刻色的国际画面孔瞬间成为红毯之星。 孔维是当时少有的可以遇见自己未来国际明星之路的女演员。 可偏偏在事业当红之际,她退圈了。 有人说,孔维是混不下去了。 即使她退出的背后,有一个凄惨又极度温情的故事。 2012年,孔维的家乡贵州发生了惨案,五个留守儿童惨死在垃圾桶。 就是这则新闻,让孔维决定去做比演戏出名更重要的事情。 她马上成立了公益基金,做一系列的公益宣传,甚至自己做起了乡村教师。 贵州的山区条件艰苦,几乎没人愿意坚守在留守儿童的身边,她就自己去。 孔维深知,做公益做慈善,光有钱是远远不够的,还要有人身体力行地去执行。 我们找的都是最偏远最破的学校。 这是孔维的原则,最偏远最破的学校,也是慈善资金最忽略的地方。 她放弃了大明星的光鲜生活,却给将近三千名留守儿童改变了现状。 几千名孩子的孔妈妈,在接受一次采访中坦言,如果我老了,我觉得我自己没白活。 当被问到放弃当一线明星有什么遗憾的时候,孔维却说,遗憾就是,当大明星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,有更多的资源来帮助孩子们。 娱乐圈做慈善的人不少,但是做到像孔维这样的屈指可数。 现在评判一个明星成功与否的标志好像就是人气热度粉丝。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,孔维可能连18线都排不上了,但是孔维一直强调,我真不是因为在娱乐圈混不下去才来做公益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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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